乌克兰东部密集交火局势再次恶化 从经济角度分析 美国在乌俄问题推波助澜的目的 当地时间21号 综合半岛电视台 俄罗斯塔斯社 红星台 乌克兰东部下属电视台等媒体 纷纷报道了乌克兰东部的密集交火事件 乌克兰地区战火再次升级 乌克兰东部武装指责乌克兰政府违反停火协议 并发布了多条交火视频 视频中显示 乌东武装使用反坦克炮导弹攻击乌军排击炮阵地 并抓捕了据称是乌克兰政府军俘虏 交火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并且一时半会儿也不会停止 双方都指责对方违反协议 乌东方面继续指责乌克兰政府军 使用了违背停火协议的武器 而乌克兰政府军则指责乌东武装违反停火协议 毕竟谁先动的手 这件事还是要说清楚 事态逐渐升级 根据媒体的报道 乌东武装已经开始向俄罗斯境内疏散人口 俄罗斯紧急情况部部长 邱普里扬也表示 乌克兰东部地区的超5.3万名居民 已经越过边境进入俄罗斯境内 目前已经有142辆公交车 被运往101个临时安置区 自2月份起 乌克兰地区的新闻就是一则接着一则 已经成为了国际关注的中心 从2月12号外媒称 俄罗斯开始撤离驻乌克兰外交人员起 俄罗斯与乌克兰的绝部战争 会在什么时间段发生成为了国际焦点 美国 日本 欧盟纷纷下场 美国总统拜登炒作战争威胁 称俄罗斯即将对乌克兰发起进攻 日本首相也跟在美国后头喊 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日本将对俄罗斯采取制裁 就在21号晚9点 美国武装部队防御准备状态正式达到三级 这一程度与2001年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相同 当然 针对俄乌问题 相信许多媒体都会进行分析 但我们今天要谈的是美国 美国国内这段时间也并不开拼 一边要不断在俄乌问题上推波助澜 一边要解决国内的通胀问题 实在是忙得不亦乐乎 在不久前的白宫记者会上 美国总统拜登为自己支下的美国经济更名称 更多的通胀是一笔伟大的资产 拜登这句话实在是让人摸不着头脑 注意他的用词 伟大资产 这一个形容词 一个名词 怎么看也跟通胀没有丝毫的关系 去年 美国通胀的问题就已经十分明显了 我们在去年已经不止一次听到了 美国通胀达最高 最快等新闻 到了2022年 这一现象得到了改善吗 答案是美国从不会让人失望 根据相关数据显示 截至2022年的1月份 美国国内的物价依旧在持续上涨 消费价格已经达到了 自1982年2月份以来的最大涨幅 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了7.5% 美国让我们看到了通胀 除了可以用最高最快来形容外 还有最大 近两年 美国通胀是高涨不下 美国国内的物价是越来越高 这也进一步提升了美联储加息的预期 按照美国的预期 只有通过加息才有可能平息 美国国内当下的通胀压力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即便当下面临着如此严重的通胀数据 美国目前在加息上仍然没有任何的举动 那么美国究竟在等什么呢 美国会在何种国际形势下进行加息呢 俄乌问题就是美联储加息的好时机 对国际形势不太了解的朋友经常会问 美联储加息会带来什么影响 我们抛开一切 从本质上讲美联储的目标是什么 美联储的目标是为美国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所以问题应该这么问 美联储希望通过加息 给美国甚至世界施加什么影响 简单点讲加息 虽然有所区别 但是我们可以讲美联储 近似看成是美国的一个央行 美联储将美国各家银行 存在这里的钱的利率上调 进而影响全球经济 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动作 其蝴蝶效应就可以波及到全世界 所以美国一直在寻找一个合适的机会 通过加息来缓解国内的通胀问题 这不是美联储可以随便动动手指 就有效果的事情 因为加息是一把双刃剑 时机不成熟强行加息的话 要么没有效果 要么就会导致经济发展走向失控 别看美国这么多年加息了五六次 但美国的每一次加息 都是十分谨慎的找准时机 首先在货币发行量不变的情况下 加息会促使一部分货币存入银行 为获取无风险的收益 这就会导致市场上流通的货币减少 进行到这一步只会对国内造成影响 但美元是国际通用货币 这就会为全世界的货币流通 造成巨大的影响 所以美元加息是一把双刃剑 同时美元虽然是世界流通货币 但也不是绝对的 目前国际市场中 欧元 英镑 人民币和日元 都有着不同程度的流通量 美国想一直保持 美元是世界上最流通的货币 就不得不注意这些货币的流通情况 极端点说 这对美国也是一种威胁 所以一直以来 美国的每一次加息 都必须在加息前进行一系列的准备工作 只有当所有的外部和内部条件达到预期 美联储才会宣布加息 而俄乌问题就是美国加息的准备工作 我们可以看到 美国在俄乌问题上十分活跃 不断地炒作俄乌危机 甚至美国总统拜登都亲自下场声称 俄罗斯将要对乌克兰进行入侵 美国的小弟日本也为其造势 从2020年开始 美国就在印钞的道路上一去不复返 这当然会对国际经济造成很大的影响 但是受到直接影响的仍然是美国内部 那些印出来的美元一部分用于进口商品 将美元放水到全世界国家 但同时一部分加超美元也留在了美国国内 这就造成了美国国内通胀逐渐严重 并呈现着持续恶化的状态 国内的矛盾也逐渐激化 美国就像热锅上的蚂蚁 急切地寻找一个突破口来引导国内矛盾 并通过加息来进行缓解 所以美国在俄乌问题上 才会不断地进行鼓励炒作 那为什么美国会选择俄乌危机呢 俄乌危机是美国一手造成的吗 虽然不是 乌克兰的内部矛盾一直都是历史遗留问题 并且在2014年后 乌克兰内部矛盾逐渐激化 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美国正是看准了这一机会 通过介入这场危机使事态进一步升级 目前国际市场中除了美元外 哪种货币最具有竞争力呢 答案是欧元 美国要想保证加息后的美元顺利回流 就必须削弱欧元的实力 这也是美国当下为美元加息 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铺垫之一 同时乌克兰的地理位置也极为重要 乌克兰位于东欧 北林白俄罗斯 东北接壤俄罗斯 西连波兰 斯洛伐克 匈牙利 南同罗马尼亚 就是这样一个既与白俄罗斯 俄罗斯相邻 又同时接壤数个欧洲国家 一旦乌克兰地区发生动荡 在东欧势必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东欧的不稳定 也会进一步的影响到整个欧洲 我们知道资本是趋利避害的 欧洲的动荡 会让大量的资本逃离 这个时候 美元加息 资本就会将欧元兑换为美元 形成美元的升值 美元大量回流 这样一来就达到了美联储加息的目的 所以对于美国来说 俄乌问题必须不断的造成动荡 美国才能有利可图